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出路 祝福你 每一天都经历 在耶稣基督里 我的人生是有出路的 我的婚姻是有出路的 我的事业是有出路的 我的健康 我的全人 包括我的家族 也许在我所在的那个城市 我们要看见 在耶稣基督里是有出路的 我们分享到雅各 雅各这个人 他的人生为什么会让自己走投无路呢 其实他所经历的许多的事情 只是自食恶果 也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后来逃跑 因为他跟哥哥两个人斗法 原本是属于哥哥的那一份 他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 其实上帝有很多的祝福在他的身上 但是他好像我们华人讲的 吃了自己碗里面的 看着别人碗里面的 永远觉得别人那个是比我好的 所以他就要想办法去得到那个 他觉得比我更好的那一份 然后他用他的诡诈去得到哥哥 原本是属于哥哥的 他把他赢回来 而那个赢回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他惹毛了他的哥哥 以至于哥哥说 等到我爸爸 等到我爸妈离开这个世界 我一定要把他杀 你就知道兄弟两个人兄弟戏强 闹到这种地步 亲人闹成这种地步 最好的朋友闹成这样的地步 你是不是也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 你觉得说 哎呀我怎么会弄到 我跟我的家人搞成这样 我们的夫妻关系怎么会搞成这样 我跟我最好的朋友 怎么会搞成这样 其实那是一个很伤心的一件事情 以至于雅各不得不流亡出去 逃跑出去 为什么 躲避哥哥 原本是双胞胎的兄弟 怎么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 其实那就是圣经里面的一句话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也许你会觉得说 我哥哥很笨 没关系 我把他的东西抢过来之后 他也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奈何我 是的 也许那个人没有办法奈何我 但是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都知道 所以雅各之所以把自己的人生搞成这样 不能够怪到别人身上 是自己 我们每个人都会做错事 但是一个人在我所做错的事上 能不能够学到功课 我们需要有一个反省的能力 如果我永远觉得 我今天会碰到这些事情 都是别人 都是我爸 都是我妈 都是我哥 都是我姐 都是我同事 都是我老板 都是 你可以尽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怪到别人身上 可是那个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因为情况还是一样 下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还是会这样做 然后我还是会碰到这样的结果 因为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但是如果我能够在我所摔跤 做错的事上反省 这里面尽管有很多是因为别人的原因 可是也有一些是我自己要负的责任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反省的能力 下一次碰到类似的状况 至少我可以告诉我自己 我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犯同样的错误 祝福你 得到一个从上帝来的智慧 那个智慧就是反省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